眼睛耳朵突然聽不到聲音 或是耳朵轟轟做響咧 別以為忍一下就沒事啦 小心耳中風已經早上你咯 我前陣子耳鳴到早上起床會暈眩 蛤 看起來都站不穩 我以為是貧血 但是不是 因為耳朵會一直 哗哗哗的在耳朵邊一直在叫 然後後來我去看醫生 醫生才說是因為我太勞累 只要單側 突然間聽不到 就明明是可以聽得到聲音的 突然間馬上全部聽不到 如果在半學 像比如說噁心 嘔吐 眩暈 就要立刻就醫 因為耳朵的這個血管很小 所以它幾乎是一個 心臟血管問題的一個 好像是仙兆 開端 開端 對 就是說你別的地方 還沒出事的時候 它這個地方就有可能出事 因為它塞住 歡迎收看時代有健康 健康最時代 歡迎今天的三位特別來賓 先歡迎第一位 余皓然 來 第二位 韋琪 好 第二位 陳佩琪 好 好 應該大家都有耳鳴的經驗吧 很多 差差了 對不對 很多 很多就不是好事情 對 我們今天特地聊了 聊什麼耳鳴啊 耳朵啊 突然聽不到或是耳鳴 你就要特別小心 耳中風 耳中風 沒有聽過對不對 沒有聽過對不對 耳中風啊 我也是因為來錄了這個節目 因為潘老師我才知道耳中風 對 尤其現在到這個 很容易會有耳中風 它會早上 在這個秋冬季節 這個耳鼻喉科 因為耳中風的患者多了四成 真的還假的 兩個人裡面多一個 四成很多 對 而且它現在開始有 一直年輕化的趨勢 有沒有耳鳴或是聽不到的經驗 突然聽不到 有 就長長啊 長長 對啊 剛剛才講說耳中風沒聽過 然後一講這個 耳鳴就是腦中風 不是腦中風 耳中風 耳中風 而且我前陣子耳鳴到 早上起床會暈眩 蛤 會一直覺得在搖 然後後來 我朋友介紹我去耳鼻盒 我科看 對 他醫生就開了藥給我吃 我那個禮拜常常都會暈眩 站起來都站不穩 我以為是貧血 但是不是 因為耳朵會一直 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 在耳朵邊一直在叫 我想說 我是不是有聽到 我腦裡面的血液在流的聲音 對 然後耳鳴的那個聲音 會讓你覺得很恐怖 是不是快死了 它就是你會好像 隨時都聽到那種 很尖銳的那種 有尖銳的聲音 對 耳鳴不是只有這樣 那種聲音而已 沒有它那個頻率 有時候很不一定 而且有時候 那種感覺很像是 耳朵裡面好像 像靜的一隻蟲子一樣 對 你會覺得耳朵裡面 內部好像是很腫脹 很腫脹 然後又痛 然後又癢癢的 真的 你不管怎麼樣燒它 甚至你拿棉花棒去清它 都清不出東西來 然後甚至你耳朵裡面都受傷 你還是覺得非常不舒服 那你們沒有覺得 因為這樣的不舒服 覺得很好奇 自己到底怎麼了嗎 可是可能等一下就好啦 會想說 總會過嗎 對啊 什麼叫總會過 總會有一天會吸 其實你很常來上我們節目 我覺得你身體 不是屬於好的 對 我身體比較不好 因為我不知道我耳朵 是不是因為我以前 腦出血過 妳有腦出血過 對啊 我出唱片的時候 它是先天性的 蜘蛛網膜破裂 所以我那時候 腦出血的時候 我就常常會聽到 我耳朵旁邊會有這樣 嘩 嘩 所以到前陣子 我又這樣的時候 又耳朵都聽不清楚 又暈眩 我一直以為說 是我之前的病 腦又出血了 就是可能有後遺症 然後後來我去看醫生 醫生才說 是因為我太勞累 妳請問妳哪邊在勞累的 她要顧小孩 因為家庭主婦很累 她要顧小孩 要上節目還要吃後腦鍋 妳情緒不用那麼大的環境 我只是好奇問問看而已 對啊 家庭主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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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時候就是可能白天 就會忽然間有高頻的聲音 然後我會以為旁邊的人 也會聽到 誰旁邊的人會聽到啊 我就有一次就問旁邊的人說 那什麼聲音 她說什麼聲音 我說我沒有聽到 那妳這樣其實蠻嚴重 因為我所知道的 我的耳鳴 我曾經有耳鳴過 我的耳鳴 差不多了不起為期三到四秒 我們今天從耳朵開始 仔細的探討一下 其實耳朵啊 不是只有長的造型 或只是拿來聽東西而已 耳朵還有很多特殊的部分 是我們大家比較不知道的 什麼東西 這個喔 我們接下來要考的是這個 健康真奇妙 來 再來 好 第一季段呢 總共會有兩個回合 兩個回合累積分 最低者就要喝我們的 空心菜 魚露汁 還好啦 魚露很新耶 妳給它想成蝦醬空心菜就好了 那問題是 妳可不可以加一點蝦醬還比較香 不會不會 妳要加蝦我可以加給妳喔 真的嗎 妳要考慮看看喔 妳可以考慮一下喔 可以不要加魚露就好 不行 來 再來 看到我們第一個回合呢 是我們的健康真奇妙 第一題請問 和另外一半甜言蜜語的時候 對著哪一邊的耳朵說話 比較能打動她的心呢 A 等等要給我講了 A是多耳 B 右耳 A或B 請搶答 佩奇姐請搶答 這妳知道答案我隨便妳 我告訴妳 因為啊 像外國人他們帶婚戒 一定都是在 帶在左邊 尤其是左邊的 這個是什麼無名指 因為它最靠近心臟 所以 所以相對而論 我想應該是左耳 確定喔 恭喜妳答 對了 好 下一題請問 人的耳朵最難以忍受哪一種聲音呢 A 保麗龍刮玻璃的聲音 B 刀子刮玻璃瓶的聲音 A或B 請搶答 佩奇姐請搶答 為什麼我們兩個不會 對啊 1 確定 我自己就受不了啊 恭喜妳 答 對了 原來我真的有小鞋的程度 好 下一題請問 手啊摸到燙的東西 都會馬上摸耳朵來降溫 請問耳朵的溫度是幾度呢 A 29度C B 19度C A或B 請搶答 佩奇姐請多答 好難喔 我的耳朵的溫度應該是19 我現在摸沒有那麼燙 好 確定囉 上面還是下面 沒有 跟上面還是下面 我知道答案耶 所以是29囉 還是19 19 恭喜妳答 錯了 謝謝答是A 29度C 好 下一題請問 我們常說要耳聽八方 請問人的耳朵一次 可以區分多少個來自不同地方的聲音呢 A 8個 B 16個 A或B 請搶答 佩奇姐請多答 哇塞 這個真的是瞎開的耶 嗯 八方 對啊 她既然都說八方了 所以 但是我想中文喔 她通常會比較韓式一點 所以 A或B B 16個 確定喔 恭喜 答 對喔 好厲害 哇塞 我們今天很厲害 我就說適合小學題目 好 那繼續 等全部答完再說也不實 好嗎 好 還有幾題啊 好 兩題 請問 耳朵內負責傳達聲音的神經 和哪樣的東西大小一樣呢 A 頭髮 B 鉛筆心 A或B 請搶答 A或B 應該是像頭髮吧 A 確定 恭喜你 答錯了 最後答是B 鉛筆心 真的假的 我本人在A耶 好 最後一題 請問 根據金氏世界紀錄 記載人類一隻耳朵 最重可以拉動多重的物品呢 A 八頓的卡車 B 十八頓的托板車 A或B 請搶答 浩然姐請做答 我問我答了 八頓 A B B是不是 好 答案是 最熱的答案是 A 恭喜你答 誰剛跟我講B 我們先請潘老師跟大家聊一下 這耳朵的構造到底怎麼一回事嗎 好不好 拿了一個這麼難的 好 這個是我們的外耳 然後呢 這邊是中耳 那外耳 其實外耳包括這個耳瓜 跟這個耳道 這個都叫外耳 然後從這個膜 這不是有一個耳膜嗎 從耳膜開始裡面 這邊有個中耳 然後裡面是內耳 那他就把那個音波 收進來以後呢 那通過這個耳道 然後震動這個耳膜 那耳膜就把這個聲音震動了以後 但是這個震動很小 而且它陷於某一段的頻率 也就是說我們有的東西是聽得到 有的東西我們是聽不到的 對 那因為那個範圍 因為會跟下面考試一樣 所以先不講 然後呢它就會震動 震動之後呢 這聲音太小 它要把它放大 所以會經過三個 這個中耳的三個小骨頭 你們以前讀書都讀到的 叫做垂骨 登骨 沾骨 這三個骨頭呢 它會一直放大 就有點像是 先放大十倍 再放大一百倍 再放大一千倍 一直放大這樣 宣盤老師靜見 靜見 我覺得那是變小 那要變大 變大就對了 變大 它會用那耳膜震的變大 變大之後呢 到了內耳以後呢 再由耳刮前提半規管 通這個聽神經 然後呢就傳到腦部裡面去了 那在耳鍋裡面是有水 有很多的那種液體 那所以一開始的是 那種就是空氣中間的震動波 然後呢傳到這液體的時候呢 是變成那個 那個有點類似水波 但是最後傳到神經的時候 是變電波 然後呢就進去了 對 所以就可以聽到聲音 所以這三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耳朵的 外耳 中耳 內耳的構造 了解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對著哪一邊的耳朵說甜言蜜語會比較好 是左耳 為什麼分左耳右耳 因為他們有研究過這個大腦 那我們左邊這個腦呢 比較偏女性化 比較負責情感感性的部分 那右邊這個腦呢 是比較偏男性化 比較靈性 比較是聽從命令跟指令的 所以那你要跟他講甜言蜜語 叫情感嘛 要打動他的情感 就從左耳打動他的情感 就是這是科學家講的啦 科學家講的啦 其實事實上你聽的時候 兩邊都聽得到啦 然後右耳再跟他拿錢 聽不清楚對方說話嗎 小心別將耳中風 可聽力退化搞混了 面對面交談的時候呢 都聽不清楚對方說話 就有可能是耳中風 我現在跟你講話 大概是40分貝的那個音量 如果說是耳中風的話呢 大概50分貝以下都聽不到 那像老奶奶他們很多 老了以後就很聽 那是退化 老年人他是逐漸是gradually 嗯 而且是gradually decrease 那我這是suddenly loss 很清楚 你選老師那種熟識有沒有 對 很